大家好,我是Stan Fifty事件中,万恩负义的成员们虽然也是令人很生气的部分 但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在背后挑拨离间 试图抢夺成员们的幕后黑手Ansonian 而Fifty成员中,唯一认错反省重新回到所属公司的Kina 公开了自己回归的理由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根据Kina表示,他决定重回公司的原因是 因为他得知Ansonian夺走了自己在Cupid歌曲中 亲自创作的RAP部分的6.5%的版权股份 并且透过媒体了解到Ansonian的学历造假 以及其他不正当行为的指控 开始对他引起了怀疑 并表示Ansonian是一个非常不诚实的人 也就是说,自己的创作版权被夺走 学历造假、精力造假这一连串的恶心 让Kina认清自己是被骗,决定回到公司 而因为权代表从事件一开始就说过 Ansonian是这次事件的元秀,对他提告 目前正在进行诉讼 所以Kina的这些发言,对权代表来说非常重要 权代表表示,Kina需要将发生过的事情 谁说了什么样的谎话,谁做错了什么 冷静的一五一十的告诉律师 并强调无法原谅毁掉孩子们的梦想与前途的幕后黑手们 所以现在韩国网友们都好奇 之后Kina会不会对Fifty之前提出的许多指控 做出全面反驳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如果Kina召开记者会爆料所有发生的事情的话,应该真的会很有趣 啊,好有趣,好像是在看什么三国志一样kikin 哇,在狗血剧才有的剧情 原来在现实生活也有啊 出社会后能遇到像全代表这样的上司 真的是一种极大的幸运 因为是一个好人 所以在那样的困境也得到了上天的帮助 看他们上传立场文就很烦 一直反复同样的话 拜托三个人永远不要回来 看来Fifty Fifty事件现在才是开始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觉得剩下的三个人当中 会不会有人也想要回来呢? 11月18号,SM娱乐对媒体表示 Tio的专属合约将于11月初结束 经过长时间讨论 Tio仍将继续与SM一起作为EXO的成员进行活动 而演艺活动和个人活动 则计划通过由我们前经理设立的新公司来进行 一点杂音都没有的离开 看来他在公司上的表现也很好 以为会去演员经纪公司 竟然是设立了个人公司 恭喜恭喜 他是最安静默默的持续做好自己事情的人 只要继续做EXO活动其他都没关系 加油 希望Tio继续走花路 监管画 中国金钱 155 网Stephen 关 tells 全票 这 Man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